过去金门跟厦门买水的时候 民进党说不准 这是统战 非洲猪瘟的时候 金门的猪肉就不能够进口到台湾 所以我们想一下 假设今天是金门不幸发生了很多确诊案例 陈时中会怎么讲 陈时中是不是会希望金门每个来的都应该加强检疫 肯定会嘛 结果呢 今天因为金门想要这么做 那陈时中就不干了 陈时中目前给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不要造成大家的区隔 那你先前双北升三级 其他不升三级 你陈时中的理由也是说因为要做出区隔 那你区隔不区隔到底标准在哪里 客观依据跟科学跟卫生的依据在哪里 没有 全凭你那张嘴 后来陈时中讲的第二个理由是说 哎呀 我也担心金门就是筛减能量不足啊 好 因为筛减能量不足就不筛 这不就因噎废食吗 那整个台湾当初过去一整年以来 不就是因为你陈时中一直在夸耀跟自大 就讲说我们台湾快筛事件很足 最后到现在才说大话 才只包不住火 说出了真相 其实我们的筛减能量是不足 那你因为筛减能量不足 不筛 不保护 不预防 不阻断传播链 到现在呢 那就是所有的医疗资源都不足了 因为你不先筛 你不先保护 不阻断传播链 那大家就继续啪啪走 大家就继续传染啊 所以陈时中讲的这些全是魂话 那他真实的目的跟真实的原因为何 就是要中央把持嘛 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地方领先 地方超前部署 那么就打陈时中的脸 他指挥中心 这个指挥就没有指挥啦 所以双北越超前 他们民进党的特异网军 就越要骂双北 那金门越现在超前 尤其还在陈时中前两天 才在讲全国步调一致 那你金门就说自己要搞 这不是打陈时中的脸吗 所以当然要先把金门给打下去 那民进党就不是以防疫为优先 他是以政治攻防为优先 所以目前呢 我觉得金门县长要加油 要怎么样呢 就是直接自己来好不好 直接硬干 直接该设快筛战就设快筛战 而且不仅要设快筛 而且还要在家隔离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保护金门 就是所有决战于境外 才是一切防疫的根本嘛 如果本岛都还是干净的话 那为什么陈时中就不信这一套呢 就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诺富特的这个破口 还持续存在啊 因为陈时中完全就不相信什么 他境外来的隔离啊筛检 他不信这一套啊 他就觉得反正没事啊 然后跟大家报告 直到这两天 所有出入滑桃园机场的 松山机场的 下来之后 他一样搭上计程车 他可以去群聚啊 他可以去吃饭啊 是因为这几天禁止内用 否则一个出了机场的人 他拦上计程车 随便去吃饭 随便群聚参加各种活动 没人管 因为没有专门的防疫通道 没有专门的防疫巴士 没有强迫一定要入住到 隔离的旅馆 台湾现在就还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 外国航空公司的机师 因为全部都是外国人 然后呢台湾管不到 他们虽然规定说 要去住防疫旅馆 但是到了防疫旅馆里面 这些都是饭店的人 然后跟那个地勤 跟机师告诉我的 就说这一些外国人 在旅馆里面就彼此串门子啊 聊天啊 吃饭啊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到外面抽烟啊 然后到外面去约会 是因为现在群聚 基本上没什么活动了 那前几天都还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饭店的员工 跟这些外籍机师互动 然后回到家到处啪啪走 不戴口罩跟家人相处 是不是又一次破口 是不是诺富特饭店 就是因为这种事情造成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诺富特饭店要重新营业了 那机师也没有打疫苗啦 饭店旅馆的这些人 也没有打疫苗啦 那当然我们的疫情破口 还有可能会持续性的增加 所以金门 马祖 澎湖 所有里岛 硬起来自己干 自己买疫苗